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高雄高商的 鸟松神农嫁女儿 我们是痴迷长大的台湾孩子 鸟松缺土壤肥沃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鸟类在鸟松区觅食 且神农信仰非常强大 幸运工也会在十月的时候举办出巡以及祭典 秋药宗大哥登场 他使用着自然农法的方式在种植的农作物 那自然农法是什么呢? 不使用农药 不使用肥料 对,就是不使用农药不使用肥料的耕作方式 他符合联合国SDGS陆域的生态保护 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 发现他的行销通路非常有问题 因为自然农法的关系 所以他的产量没有很大量 虽然说股东制可以弥补损失 但我们没有办法给股东保证的收入 合作社与赖社群的收入也有限 在这一年来 我们一起与秋大哥进行了补押 割道、打鼓、缩潮以及洗喵盘 肯定了女儿米的好品质 请不吝点赞订阅 也一同与秋大哥讨论 我们想要善用通路 限量商品 强化品牌故事 秋大哥希望他的女儿米原价踏方 因此我们为他拍摄了影片 影片也三根合作 设合合作有十元的折价 其实我们建制了LINE聊天机器人 整合了影片、网页、地址以及脸书粉丝专页 希望借此能以消费者更多的互动 而我们的影片总计收回了163份有效问卷 其结果显示有极大的正向回馈 因此我们针对合作社LINE群组 以及脸书粉丝专业进行推广 预期将会有2万多的潜在商机 有了以上的虚拟通路后 我们也发想了实体桌游 并把他命名为 农夫大作战 此款游戏设计理念是 秋奥宗大哥辛苦种植女儿米养成的过程 以及在种植时会发生的天灾及人祸 所设计的机会及命运 感谢观看 猜拳决定顺序 剪刀手部 我们言语修大哥讨论后 想设计一款可以装有女儿蜜 以及桌游的外包装 所以我们结合了环保 女儿米logo 以及有着农场守护者寓意的 Found potatoes等元素 绘制在帆布袋上 我们也邀请了现代神农秋药中大哥 以及国小制国中的孩童 一同游玩并给予回馈 我们发放了问卷 其结果显示 他们会更加了解什么是自然农化 以及透过机会及命运卡 有所了解 在种植时会发生的天灾及人祸 在有好的产品及桌游之下 我们进行实体的商业化 透过折折募资平台 进行群众募资 希望让更多人发现这些产品 我们以帆布袋 女儿米 桌游三种产品 组成五个方案 另外有捐献募资 可以支持小农 我们从1月开始 构思宋建 再到宇兰新金流的风险评估后 最终在3月8号 三八妇女节正式上线 这也是我们向世界上的女儿们至上 最诚挚的敬意 此为专案委托书 接下来是结论与建议 我们发现产品有很好的品质 但苦于没有一个适当的推广方式 因此我们增加了线上的网页 LiveAPP整合 影片拍摄来发掘商机 同时也透过实体的桌游行销 以及群众募资来扩大商业化 我们很荣幸受邀于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采访 在访谈过程中 他也赞取我们使用这些方式 来让听众更了解我们的发想 募资活动至今 我们发现女儿米的销量最多 因此将客群锁定在家庭主妇 未来推出购买足量女儿米 及附赠桌游与帆布袋 以此落实实农教育 从小学起 我们也制作了小小粽子 希望带给大家包重包重的祝福 我们也会在募资成功后 发送给募资者 代表我们诚挚的感谢 以上为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 我们是 鸟松神龙嫁女儿